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这个节目要改一改名 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 第一是三条贸易党 还有些人说 这班人读了什么 《芝加哥经济系博士》 浪费了 《芝加哥大学》 第二当然 其实做网台节目 有些人常常开口 我不想 我很喜欢 这件事就是炒花生 今天我们也是开名的 正式向AM730的金牌主持 就是沈阵仍沈大师开战 沈大师是我的好朋友 我现在事不审 你和他一起战 不是我们和他一起战 我们都没有开战 你都要走 我没有骨骑 我没有骨骑 你先说一下 究竟我们等下说沈大师不审 你都要再加两句 我说好话 我只会说好话 不会说坏话 我现在先走 你们说完坏话才进来 我真不知怎样搞 不理他 我们先说一件事 话说在一个网台节目 《财经台》叫做《Record Finance》 《Record Scene》这个网台 其中一个收费台节目 沈大师在那个节目上 还有小冰、蔡康年等等 他们谈谈谈谈 突然谈到一个话题 提及我们节目 我没有详细听 不知道他有没有开我们的名字 但他说的就是 我们当日有一节节目 就是讲关于中原经纪人指数 沈大师在一个节目上说 有些人问 为什么不引用中原经纪人指数 你看清楚这个指数是什么 第一 这个指数 就是一帮中原地产的经纪 看看市好还是不好 这么疑气 怎样用得 第二 你不觉得中原经纪人指数 是有利益冲突的吗 大哥 施永青 当然想市好或者差的时候 可能我们说会有利益冲突 再加上经纪人 不是他的中原指数 和中原领先指数 他的经纪想怎么 很主观的 很主观的 上升就下跌就下跌 任他说 那怎么可以参与这件事呢 所以今天呢 当然我也要向听众道歉 因为有些听众留言说 我们上次说中原经纪人指数 大哥 你个个都只说 都没有图 你说怎样就怎样 任你说完 我们特别找了我们经纪3.0的朋友 曾国平教授 他这方面的专家 是他这个中原经纪人指数方面的专家 我们就做了几幅图 就和大家去看 很简单 其实我是读书人 就不太懂得炒股实质 我又不懂得炒股实质 我又不懂得炒股实质 不是想误导 是的 我们看图表 但是我们要强调 我们现在说的图表 就不是真的图表学拜的图表 因为是什么雙肩顶 这个完全不同的 我们现在纯粹说的 就是将中原经纪人指数 和我们其他参与的指数 拉在一起 我觉得在AM730的平台 介绍这件事就最适合 当然也都要为施老板 回到一个公道 先说几件事 第一幅图 这幅图就是中原经纪人指数 CSI 和四个星期后公布的 中原领先指数CCL的对比 究竟他能否预测到市场 是的 中原经纪人指数 就是之前沈大师觉得 你这个太主观了 今二十二十万 你认为有条线 就画条线出来可不可信 中原领先指数 就是将中原地产百大屋苑的成交数字 拉出来的一条 是一个楼价指标 这条深色的线 就是经纪人指数 浅色那条就是中原领先指数 所以你要发觉 有相当一致性 是有相当一致性的 就是 白鸻计计算的 就说 这个相关系数是0.4 0.4 其实统计学船圆的高定不高 不是 入l 你不要再加上去,再加上去,再加上去 在視角上的效果,你會看到,你覺得升值真的拉上去 當然,你會看到中原經紀人指數的市場是比較困難的 但正常的,有時很樂觀,有時很悲觀,最重要是指標性 唯一有一個相反的指向就是2016年11月 因為2016年11月發生了什麼事?就是加勒 這個住宅印花稅就加了15% 加勒之後,他們看低很多 長遠來說,會很相似 這幅圖都不夠指標性,我們再看第二幅圖 第二幅圖就是將中原經紀人指數和四個月之後 即是我們將四個月拉遠一點 就是將中原領先指數拉遲四個月 拉遲四個月,你會發現一致性就更加強 這個一致性更加強,有什麼意思呢? 就是中原經紀人指數說升之後四個月 中原經紀人指數下跌之後四個月 中原經紀人指數下跌之後四個月 樓價真的跟著跌 即是中原經紀人指數,就是在四個月前 已經告訴你樓價升還是跌 當然,之前周演大師都問過 中原經紀人指數和樓價是否真的那麼可信 甚至很多人都覺得你有利益衝突 中原指數都不代表好客觀 所以我們看第三幅圖 第三幅圖就是中原經紀人指數和差響物業股價柱的樓價指數 是一個對比 你看到這個對比 就會發覺其實那個走勢 中原經紀人指數和差響物業股價柱的指數 有一個批評就是說 中原經紀人指數不夠客觀 或者不夠客觀 又或者他不夠代表性 或者這個不是沈大師 之前也有個財經分析家說 這些可能是出術的 但是你會看這條線其實都差不多 都是如果將政府指數 把中原經紀人指數去看 其實指向性都很一致 最後因為沈大師說過 你看這些私人指數 不如你看PMI PMI這些是政府做的指數才有公信力 你找幾個經紀人做 有什麼參考價值 所以最後我們有第四幅圖 第四幅圖就是 將中原領先指數和差響物業股價柱的樓價指數 在一起 你會發覺是幾乎100%一致 那中原領先指數 或者中原指數參考價值在哪裡 因為問題是政府的指數 通常都出遲一個月 不止兩個月 出遲兩個月 你中原指數就可以早一個月 知道政府相近的數據 而你看到 喂 就算你怎麼說 它有利應粗囤和主觀圖 條線是一致的 所以回來 我就想說 如果你覺得這些指數是有問題的 我歡迎你提出新的證據 這些圖都是你主觀的畫 沒有陰謀論 就說人家動機不良 當然我也明白沈大師的想法 經紀人指數 其實這麼爽爽烏烏 有什麼可能準的 但這個就是我們上次做節目的原因 就是我們覺得這麼爽爽烏的事情 竟然可以這麼有預測 我回來 你回來 我們都未開始罵 但是 當聽不到 我們其實都不是要罵 或者要挑機 簡單來說 既然有人質疑這個指數 我們就用一些數據 和一些客觀的分析 告訴大家 我也不敢說 他幾年後 都仍然不像現在這麼準 但他就三年前推出 過往幾年的經驗 都是有他的預測能力 幫得到預測力 當然 我是覺得沈大師這個質疑是很合理的 因為如果我是中原經紀人 我的確可能會想 我主觀的願望 和樓市的指數 有一個配合可以做到的事 譬如怎樣 我剛才跟公開和施生說過 都寫過一個問題 如果你要指數幫到銷售的話 應該就是 它升的時候就唱跌 樓市跌的時候就唱好 我記得施生當日 很多年前 幾年前 有一次跟他同台演出 對著幾百個聽眾 是AM730的節目 他就說 其實我賣樓 一定是調低一點賣的 所以 就是這樣 我不會抹高來賣的 然後一上來 到我說的時候 我說 施生當然是 因為他希望成交 他不是希望賣不成 我們賣樓的 就希望賣貴一點 但他希望成交就可以了 所以他們希望 樓價好的時候就唱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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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樓價好的時候 你就當然想別人入市買樓 你當然要唱衰 那些人覺得樓價好 樓價好像跌底賣 那就入市 沒錯 為什麼有人肯沽 如果不是就沒有人肯沽 樓價跌的時候 就說 我唱好那價 讓你覺得還有一個底 有人肯賣 你希望成交 如果我說 總的狀況 應該就是這樣 會比較對地產經紀 會比較有利 這一種的猜測 所以我不會說 沈大師是錯的 的確有他憂慮的地方 但問題就是 如果我們把中原領先指數 和樓價指數 和樓價指數 在一起 這個想法 就似乎是幾人憂天 因為如果你剛才看了 第四幅圖 兩者之間是一致的 而且我也相信一件事 就算你經紀人想唱好唱水去做 當樓價指數 和現實的樓價相距很遠 那些人就會開始質疑你 那些人就會覺得 你每次都是錯 那你就沒有了 這件事 你沒有可能由2015年到2018年 這三年之間都持續做數 而沒有人看得出 結果現在還我們 那是我的看法 那是大師有的看法 因為錯誤了 江古真的對 但我的看法有少少不同 我又買某程度上 買了大師的看法 但其實你可以看另一邊 因為從來成交 要有人肯賣 要有人肯買 如果是看升值的時候 那看升值的時候 賣的時候 要坐多一會 可能會開價格 買的時候 就說早點買了 所以其實要有成交的 就是大家同意那個價格 是大家都適合去買 所以你說兩邊都可以 你說他升值的時候 我想唱淡一點點 你又說得通 你說想升值的時候 我說再唱好一點點 也不是邏輯上完全說不通的 所以實際上 其實理論上 不是很明顯 我覺得一定會唱哪一邊 所以你唱哪一邊都可以 都可以用一個陰謀論去分析 其實理論上 中原做這個事情 都是為了宣傳 就是喜歡不停的 喜歡支走 喜歡支走 這個重要的是 因為人家看到想買 或者想買 都要找你才有用 它證明它是 即是恒生支走 它證明它是市場的 權威性 是給你一時間做數的大小的利益 是更大的 是的 為什麼我講這些一點呢 就是說 如果我們最終 你有任何陰謀論 可能走兩邊 一個說它升又跌 或它跌又升 但最終驗證 就真的要看數據了 所以如果看完數據之後 有三個可能 一個就是我們現在看到 觀察的東西 預測得不錯 那就不用想 我不理你怎麼做 總之它預測到 有用就可以了 另外兩個可能 就是說 可能是大師的說法 他唱 市食好的時候 他會唱淡的 那就證明了大師的說法 對 如果是相反的 那就證明了另外那邊 我不是一個假設 我這個不是一個假設 我只是告訴你 如果這樣的做法 它是最有利的 就是最有利的 我並不代表它是這樣做 我只是這麼說 那個說法 但是我也這麼說 一個樓市指數 一個樓市 cycle 大概是20年左右 如果一個樓市指數 你要去 覺得它是正確的話 你必須要 是它有 圓滿一個cycle 是不是準 才準 如果原來它 現在之所謂準 因為它長期在 樓市升的時候 它就股高 股高一點點 所以因為它長期股高 當樓市跌的時候 如果它還是股高一點點 那就不是證明它準 所以就是說 它要是完成一個cycle 都準 才為之準 所以要用長時間驗證 如果是一個下行軌道 下行軌道下行了三年之後 它原來它不是估中了 原來它只不過在那裡 它估高了 所以上升的時候它就會估中 所以那個狀況 就不得客觀了 所以我也是想拉回我 一直做上一次的節目 講中原經紀人指數的中心思想說 第一 當然我們就想說 你有很多那些專門樓市分析專家 有什麼又差 在我心目中 那些叫樓市牟利 我不是說沈大師 沈大師是古壇專家 沒有說自己是樓市專家 但是這班牟利經紀 就是做過指數 準過你們那班樓市專家 這樣不是很值得說嗎 第二樣 我們結果說這些有利益衝突 或者這些樓市參考指數 我們不要用 現在那些財經費用什麼 就是用那些樓市跌 明年一定跌兩成半 或者現在恐慌性拋售 你不用這套指數 結果用一些更加情緒式的字眼 或者更加沒有任何客觀 根據分析的一些參考的評論 那不是更加是參考價值嗎 沈大師說的話 是值得參考 就是說 就是要有這個指數 我這樣說 就是因為有個指數 他就可以說 你的指數的做法是怎樣做 我就要挑戰你的做法 可能是古怪 這個就是我們另一個主題 就是反精英主義 不是反精英主義 這個就是因為是一個統計學 統計學就是統計一堆非常蠢的人的意見 這個統計學就是三個臭皮 像剩下的主角 他只有一堆牟理的意見 他有一堆牟理的意見 他有一堆牟理的問題 就是那個市場是牟理的造成 所以在牟理之中 你現在在說你不是牟理性的專家 是一堆牟理性的一個專家 可以嗎 但我都要質疑你 你一件事 當然我們是牟理 我們當然是聖過一個專家 但我現在質疑的是 現在很多樓市分析的所謂專家 根本就不是專家 是幾條牟理 戰勝一個比牟理更牟理的牟理 樓市分析有兩件事 很多人會搞錯了兩件事 一個分析就是樓市政策的分析 政策分析對於政策很熟悉 香港人是沒有人認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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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對於基本的那些 說現在本土研究社 說他們全部是蠢的 那樣的 那個狀況 無論你是看好看好 因為他們對樓市的基本理論 是完全不認識的 OK 另外一個就是樓市炒家 那個預測的分析 那個是另一件事 你形容經濟 宏觀經濟 和營工業 每天可以炒的東西是不同的 那樣東西 有一堆人 他們是很敏感的 那堆是很好的 但是那堆人當然也沒有出來寫 現在真正去做樓市的人 他們不是在前線炒的那堆人 前線炒的那堆人 譬如陳清白那些 你不要理 陳清白說了 對於世價樓很多時候都錯的 不過他贏錢 你不要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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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他贏得 可能贏得沒那麼盡 贏得什麼 但是他贏錢 他是一個什麼 贏得多於所有的樓市專家 或者所有的股中市 那個炒的方式是不同的 他們對 對於個別樓盤 對價格很敏感 這個東西 他這個價格 這個價格出 他們很熟悉的 那種專家是另一種專家 所謂樓市專家 是有幾種的 現在另一種就是 他叫做 預測樓市未來走勢的專家 預測未來樓市走勢的專家 當然其實什麼都不懂 先會預測樓市走勢 你又不懂政策 又不懂政策 你肯定都戰勝不到 統計學家 就這樣 好 所以總括來說 我們三條貿易黨 現在就是向你審大師 兩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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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紙巾不攜身嗎 你又打算走勢嗎 總之 現在就向沈大師發出一個還擊的戰書 我們當然了 期望你繼續炒花生 幫我們這個收市再託分高 下次再講其他話題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